這是台北東河神西的經濟 東河神西在日本時代叫做朝洞中大本山台北北苑 這個經濟在1930年起後,外面看他心想什麼問題 這個經濟是鋼筋混凝土,它的處定是丹岩蟹山市 使用日本色的粉絲,所以還有幾瓦 冰是一棟兩秀的三棟門 這個看起來屬於日本陶山時期跟江戶時期的建築方式 經濟這就是它的拜登本堂 注意看,它又在旁邊起了一間萬蘭色的火電,叫做觀音聖堂 1916年的生期,它有設了佛教的學校 提供火星和信眾的主題來致,它的校名叫做 《蘇立台灣佛教中學院》 在台北公眾政府來,那時候就放給他們,很多軍隊和藍民,大家都在這個地方 我以前在台北公開的時候,也有人接我來這裡吃水餃配修菜的順米爐,因為沒人知道這是一個高潔 這時候,可以說是一個地方,破爛如何 這下門還有樓梯可以爬起,當然就是去樓上共青 2000年时,台北市政府准备的整顿到丹阳街 这时,本堂一定无法使用,只剩下整楼到旁边的盛顿 最后,有将它经历没准下来,刷入整地的当经方告,给它收好 这条路走进去,就是它的观音扇档,让人先见到 《大天朝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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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我也很忘記 我們就在城中,大家是無分,你是日本還是台灣嗎? 嗯,這有日本色的電腦, 雖然也有日本色的畫面, 看起來是台灣跟日本, 應該說這還不算台日合作